木造的簡單建築 看得出室內空間並不寬敞 但走進屋裡 整個客廳擺滿了雜物 唯一能坐能睡的地方 就是阿嬤坐著的沙發 幾年來她都這樣坐著睡覺 我會改 你要不要改改 我幫你改改 你要改改改 對啊 我要改改改 志工與阿嬤的這段對話 其實是想幫她把年輕時 穿過捨不得丟的衣服 做個總整理 光是睡服 志工就花了兩個月時間 但總算狂天不復苦心仁 得到了阿嬤的應允 這天有十位志工 徹底幫阿嬤家做了大掃除 我家裡幫我整個很滿意 很合意 從來家都沒那麼乾淨 沒那麼靈 你們幫我整個很乾淨 兩樣都 兩樣都給我滿意的 打掃過後 阿嬤也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頻頻向志工道感恩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在整理好的客廳 與志工們留下合影 讓這一刻的窗名激進 變成永恆 大愛新聞 真是美志工 江文欣 越南報導 這兒是 重溫